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我想跟蓝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兰花的果实 我也就是自己有一个好奇心 去年这一盆开完了我就没有剪花杆 而这个当时挺壮的 我就想试试它到底能不能在我们家庭环境中接触果实来 还挺给力的,接触了一个果子 我也算是看见兰花果子长什么样了 但是这个兰花呀,我们最好是在,尤其我们家庭养 就是在花后我们应该及时把这个花杆剪掉 不要保留 因为什么,你看我这一盆寒蓝其实还是挺壮的 这个乾隆苗也都挺壮的 但是还没有蓝芽 这个蓝芽的季节它都没有蓝芽 这个兰花这个果实啊,这个种子太消耗养分了 因为我们自己居家嘛,接个果子看看也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想用它来培育出来苗的话 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因为这个兰花它这个种子 从种子到形成龙跟龙蛋呢 需要一个几年的时间 而且它对这个水质啊和这个环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与兰花共生的共生菌 要有这个共生菌,兰花才会出土这个龙根 有的说从种子到形成这个龙根龙蛋 大概是需要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有的说需要三年五年的时间 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 也都是听说的,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只是这里跟赖友们讲一下啊 我们就不要自己在这个居家的环境中 人为的想用这个种子来育这个蓝苗了 这个不太现实 我自己也打算放弃 等一下就把它剪掉了 把它剪掉,插瓶子里吧 插瓶子里自己留着看一看吧 来,有没有没有好奇这个种子里面长什么样 我也比较好奇 咱们剪一个下来,剪这个吧 上下那两个插起来还蛮好看的 现在插这小瓶子里还蛮好看的 插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兰花种子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这个应该还是没有成熟 我有看到过他们拍那个视频 比兰花那个种子成熟了以后 会随风飘走 的确没有成熟 我看见他们那个都会随风飘走 像我们北方有这个蒲公英一样 没有用的 这期的视频就跟赖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